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贝利处的频道 今天的居家运动目标是 将近15分钟的活动度训练 活动度训练就是移动你身体的能力 那你一定会想说 我们为什么需要这项训练呢 因为现代的人工作关系 生活形态部分是长期做着 或是保持着不良的静态知识 导致我们的身体紧绷僵硬 在运动的时候 你可能会感觉到 关节卡卡的肌肉使不上力 这时候透过活动度训练 可以让我们的结地组织 变得更有弹性 包含我们的肌腱 韧带 骨头等等 一旦我们的结地组织 变得更有弹性 就可以降低我们的运动伤害 提升运动效果 提升平衡感 提升我们的身体姿势 血液循环等等 就好比我们的身体为一台机器 需要在老化的零件上上点润滑油 才可以有效运作 那今天的影片适合所有的人 在影片开始之前 请先帮我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顺便follow我的IG Let's get ready 今天总共有13种动作 每组30-60秒不等 中间休息10秒 我们先从高抬腿跑3拍 加低弓箭步开始 高抬腿跑3拍后 高抬的一腿向后伸 并顺势蹲下低弓箭步 双手向上高举伸直脊柱 伸展卡腰肌 卡腰肌是连结曲干 骨盆 大腿骨的肌肉 当我们走路跑步抬腿弯曲宽骨时 都需要卡腰肌的帮助 所以如果你的卡腰肌太紧绷的 可以常常做这个动作来放松哦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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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站姿宽部画圈及飞机式 我们先以右腿开始 高抬右膝盖再往旁边打开宽部 宽骨往下旋转 脚在向后伸直 同时左膝盖微弯降低上半身 双手也往前伸 飞机式 再起伸并重复 这个动作不只可以灵活宽关节 更可以刺激核心肌群找寻平衡感 向灵换腿 我们现在换左腿进行同样的动作 慢慢进行 如果你发现自己的宽关节 没有办法画完整的一圈 没关系 因为每个人的活动度范围都不同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需要做活动度训练的原因了 接着交错跳三拍加弓箭步 双脚前后交错跳 第三下是顺势蹲下 膝盖弯曲90度左右的弓箭步 双手再配合左右拳击三拍 以此类推 在保持蹲下姿势时 做左右拳击可以有效刺激平衡感 进而增加肌肉的共同协调性 因为身体会结合大腿和腹部的肌肉一起使力 Better boy I run the line 下一個基本的深蹲及早安式 雙腳踩深蹲的站姿 大約是超過肩寬一點點的寬度 腳尖朝外打開 蹲下後起身 雙腳與臀同寬 再像鞠躬一樣 轉動寬部降低上升 注意要保持背部平坦 記住打直 避免彎腰駝背或圓肩 I can't give in, I can't give in I won't give in this time You broke my heart once again Well you better, but you better for me I can't give in, I can't give in I've already run my soul Far from the light of the day I can't go back to you, I'm stronger today Been through the dark side of the moon So if you wanna shift far away I won't go back to you I'm stronger, I'm stronger I'm stronger, I'm stronger 再來地板舞蹈式三拍 加反向星星式 先沉四足跪姿後 膝蓋抽離地面 一手抬起轉身 同時對邊的腳伸直 穿越身體的下方 臀部碰地 再換另一邊進行 轉到第三下後 用彎曲的一腿 和手使力抬起臀部 再重複動作 以三拍為主 就可以左右平衡反向星星式 本集的訓練動作不求快 更專注在關節的活動度 所以慢慢進行 這項動作可以靈活到手腕、腳踝、髖、髖關節 及肩關節等多項關節喔 接著反向棒式波浪 先以直手高棒式的動作開始 確保雙手在肩膀的正下方 抬起臀部 伸展肩膀 左下犬式 再彎曲膝蓋 降下臀部 膝蓋避免碰到地板 接著再反向回去 抬起臀部 伸展腿部 及肩膀 讓脊柱與地面平行 下一個哥薩克深蹲 雙腳打開超過肩寬 腳尖朝外打開 就像側身蹲一樣 任一腿屈膝蹲下 並且依照自己的活動度範圍 完全蹲下去 不圓背 同時讓另一腳的腳趾 向上豎起指向天花板 並重複另一邊 哥薩克深蹲 可以考驗的 不只是腿部的力量 更是骨盆 膝蓋 腳踝的活動度 如果失去平衡沒關係 但放慢速度去控制 做這個動作的力量 加油 今天的活動度訓練 也來到一半囉 全的學生 我學習了 我會更強 我會更強 我不會讓我倒下 我會讓我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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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是一個連貫的動作 仔細看喔 先以低弓箭步開始 伸展卡腰肌 再往後做伸展大腿後側肌 再往前屈膝轉向另一側 並蹲下伸展大腿內側 最後兩腿起伸 寬腿前彎 同樣的動作 我們再轉向另一邊 換另一腿進行 以低弓箭步開始 這是寬部全方位移動 可以靈活寬關節 請務必放慢速度進行 先進行 再回到六個球 我會讓我走 再往後屈膝轉 俯卧爬行极低弓箭步扭转 站在瑜伽殿的异端 前弯 双手碰地并往前爬行直到撑体后 右腿往前跨在右手旁 右手再向上伸展 视线也往上看 再穿越身体下方两次后 再爬回并重复同一只腿 向灵换腿 我们换左腿进行同样的动作 90度宽步转动 先乘坐姿双腿屈膝 膝盖弯曲90度左右 分开平放在地面 再连续左右转动 注意宽骨和膝盖都呈现90度左右哦 在转动时避免弯腰驼背 转动时避免弯腰驼背 胸椎旋转 先曾跪坐的姿势 双腿稍微打开 左手向前伸直碰地 右手摸耳朵 上身向左旋转 让右手手碰地 再往上转 视线看向右后方 再重复动作 胸椎旋转可以减少肩痛 腰痛 改善脊椎的弯曲度 但记得 每个人能转动的活动度范围不同 转至你感受到最舒服的范围即可 向灵换边 我们换左手 倒数第二个动作 跪姿宽部内外旋转 先层四足跪姿 手肘弯曲撑地 确保下腰背不折起 右脚划过左腿的上方 膝盖部离地 再回到原来的位置 并往旁边抬起踢腿 注意在小腿旋转的时候 身体要避免大幅歪斜 核心也要稍微使力的控制 同样的动作 我们换左腿 今天最后一期 最主动作跪姿开肩 曾四足跪姿后 双手往前滑动伸展肩关节 上身慢慢下压 打开肩膀肩胛骨及核心肌肉 再重复动作 开肩的动作可以避免驼背圆肩 如果你有感觉到肩膀疼痛 可以将手掌朝上慢慢伸展 是长时间的低头足和电脑使用者的必备伸展动作哦 恭喜你完成的运动 希望透过今天的火动度训练 可以让你的身体更灵活自在 那请帮我按个赞加订阅 那我们下个运动见吧 拜拜 拜拜 拜拜